三国演义中五大草包 和引人入胜的情节 或是塑造紧急的环境 难免会有与真实事件不符合的地方 小说中有些将领明明有能力 但因为举情的需要而被贬低 被大家误解为不争气的家伙 没有用的草包 笔者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在演义中被黑成草包的五位猛将 一 虚异 演义之中虚异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一路冲到了敌军后部 但是碰到了赵云 被一枪就给刺到了马下 简直就是若鸡一个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 他是袁绍麾下第一大将 众所周之袁绍之所以能够称雄河北 原因是其手下有河北四庭柱之称的猛将 其实区异的实力远在四人之上 他才是袁绍麾下真正的第一大将 区异率领数百先等死士作战勇猛 为袁绍立下了赫赫功勋 甚至还击败过明镇北疆的公孙瓒 是帮助袁绍拿下河北等地的首席功臣 但可惜的是因为他居公自傲 最终被袁绍所杀 二 霍骏在演艺中被黑成了一个 耸包刘备入川的时候 他被孟达举荐 留守加盟官 后来马超率兵来攻 他根本没有准备迎敌 而是直接给刘备打了个报告 于是有了张飞夜战马超 他这个本该成为主角之人 反而沦为了背景板 枉费了孟达举荐他时 对他进行的称赞 当然了 真实历史上的他 也没有与马超交手 但他却独立守住了加盟官 并创下了一个传奇 三国志记载 后张将弗敬 向存等帅万余人游浪史上 功为俊 且一年 不能下 成中兵才数百人 似其待戏 选今日出击 大破之 即斩存首 也就是说 或尽仅凭数百人 不但抵御住了万余人的进攻 坚守了一年有余 还寻找机会 斩杀了对方的主将 这一成就 少有人能及 于演艺中的耸包判若两人 三 朱然 朱然是江东名将 他早年靠着平定罪扣叛乱而出名 后来跟随吕蒙攻打荆州擒杀关羽 在吕蒙死后 朱然更是替其镇守江陵 一陵之战的时候 又协助陆迅打败刘备 曹未入侵东吴的时候 朱然面对着曹真张和等当时名将的围攻 在仅有五千兵马 援军根本无法完成支援 城中断绝粮草 又有瘟疫的情况下 却硬生生的守了半年之久 威震敌国 在演艺中 他除了配合潘章 马中生情关羽之外 仅在宜陵之战中出场过一次 而且与赵云之一个账面 便被赐于了马下 同样遭到了严重的贬低 四 胡枕 研议第五回中 十八路诸侯巨翼 讨伐董卓 孙监作为先锋迎敌之时 华雄副将胡枕引兵五千出观迎战 城浦非马挺毛 只取胡枕都不属和 城浦自中胡枕燕猴 死于马下 如此看来 胡枕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 这才刚刚出场 便被赐于马下 可是真实历史上 胡枕是西兰有名望的豪杰 后来成为了董卓的部将之后 也非常受以重 曾与吕布一起对阵孙监 虽然此战他的确没有占到便宜 但战败的原因 却是因为与吕布不合 相互牵制 给了孙监可乘之机 也就是说 真实历史上的胡枕 乃董卓麾下的汉将 是有能力与吕布抗衡 甚至引起吕布忌惮的存在 并非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五 李通 演艺中的李通 所占篇幅也不多 他第一次出场 是晚城之战后前来接应曹操 虽然化解了曹操的危机 却没有参与战争 第二次出场 则是同关之战的时候 他继于靖和张和之后 与马超交锋 不出树河便被赐与马下 就此育命 如此看来 他同样是一个草包 然而 真实历史上 他作为曹操的部将 不仅在晚城之战后 接应曹操 从而化解了曹操的危机 还在关渡之战前后 为曹操守住了袁绍的老家如南 到了赤壁之战的时候 曹仁被关于截断归路 他前去接应 同帅重机之 下马把路脚入围 且战且前 若非他在关键时刻病逝 必定有不俗的战绩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